感谢曾鱼姚小伙伴加入频道会员的激情支持 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名人探柯南挑一版第66集 海外成本版第68集 夜路杀人之间 这天毛利三人吃完饭从一家餐厅出来时 刚好在门口遇到了毛利的大学同学大村 两人一番寒暄过后 大村表示 他所在的那栋公寓楼最近有点异常 一到晚上就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就像是有人在外面不停的敲打墙壁一样 一开始他以为是附近的小孩子搞的恶作剧 但是查看后发现 外面空无一人 因此他希望毛利能够去他家帮忙调查一下 好友有事相求 仗义的毛利自然是义不容辞 镜头一转 来到大村家 许久未见的两人将家中的酒都喝光了 依然觉得意犹未尽 无奈 小兰和柯南只好再去买点 此时夜已深 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 就有一男子在漆黑的路灯下吞云吐雾 而居民楼里的人们也陆续关灯睡觉了 小兰把酒买回来之后 毛利就迫不及待的喝上了 哪知刚喝一口 就突然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毛利他们走进卧室一看 发现卧室的玻璃窗无缘无故的碎了 还没来得及多想 就听到楼下出事了 赶到现场一看 只见一男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另一男子站在旁边手足无措 毛利上前摸了摸倒地男子的脉搏 发现他死了 死因是头部遭到顿雾重击致死 现场没有找到凶器 之后 木木警官弹队赶到了现场 调查结构显示 被害人叫生田一郎 是梅花大学的学生 案发时 和受害人在一起的男子叫适风日夏 是受害人的大学同学 日夏反映 他刚到这里 受害人就突然受伤倒地 因为天黑 再加上现场周围的路灯坏了 所以他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也没看到凶手的样子 这时有一位身穿绿衣的男子冲破警戒线 据他所说 他叫清水 是死者的朋友 出事前受害人和他一起在附近的朋友家喝酒 朋友叫竹野 就住在大村家楼上 于是 木木警官打算找和被害人生前一起喝酒的人了解一下情况 竹野家 屋内一共有两人 身穿红衣的男子就是房主竹野 另一个叫中村 他们三人 和受害者都是大学登山社的成员 今天晚上 是竹野叫大家来吃餐的 他们从七点左右开始喝 喝到九点的时候 受害人去便利店买了些下酒菜 就在他去买下酒菜期间 日夏突然打电话过来约受害人到案发现场见面 没想到 他这一去 就成了永别 对此 日夏极力否认自己曾打电话来找过受害人 并向警方透露 是受害人主动将他约出来的 受害人在学校的柜子里放了一张纸条 说今晚十点钟在这儿见面 见面的原因是受害人偷了他的学费 难道是日夏因为死者不肯还钱 因此对他怀恨在心 所以把他约出去杀了 不过 日夏画风一转 便将矛头指向中村和竹野 声称他们两人同样有作案动机 受害人向中村借了不少钱 从未归还 而竹野 则是因为他的女朋友护川惠子 去年冬天 在一次社团登山活动中 受害人跟护川惠子遇到了山难 受害人为了保命 丢下腿脚受伤的惠子独自逃生 最后 受害人获救 惠子遇难 但两人均表示他们并没有因此对受害人怀恨在心 并且他们有不在场证明 从聚会到现在 出了十点左右的时候 竹野单独到隔壁房间整理了一下报告之外 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过客厅 竹野曾独处过 又是登山社的一员 因此 毛利认为他可以利用绳子从户外滑到地面 但看过房间的窗户后 毛利排除了这种可能 因为窗户能打开的角度非常狭小 虽然毛利没有找到线索 但柯南发现了一个疑点 既然案发前 竹野在屋内写报告 那他和小兰从便利店回来的时候 为何没有看到这个房间开灯呢 柯南重新勘察了一下屋内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不过 确定了死者生前是个老烟枪 因为烟灰缸里的烟头 跟遗留在现场的烟头是同一个牌子 为了找到新的线索 柯南决定重新勘察现场 下楼时 突然意识到大村家在竹野家的正下方 更巧的是 案发时大村家的玻璃无缘无故碎掉了 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吗 为了一探究竟 柯南打算先检查一下玻璃 不看不知道 一看心里咯噔一下 碎玻璃上居然占有血迹 这是谁的血 受害人的吗 带着这个疑问 柯南来到了案发现场 此时 先看日元也有了重大发现 现场周围的墙壁上有血迹 看到这儿 柯南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为了印证心中的猜想 他迅速来到公寓的楼顶 果不其然 他在栏杆上看到了血迹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柯南表示 破解不安的关键就是 现场周围的三处血迹 大楼的墙壁上 屋顶的栏杆上 以及大村卧室的玻璃碎片上 都占有死者的血迹 这三个地方之所以占有受害人的血迹 是因为杀害死者的凶器 曾经在这三个位置之间移动过 因此 凶手不用靠近案发现场 一样可以完成这项谋杀计划 凶手先用一个类似于袋子的东西 装满小石头 然后在这个小石头上面 用两条掉线把它给绑紧 把石头绑好以后 就从这个房间的窗户 利用弹弓把这块石头 射往对面大楼的屋顶 两栋大楼之间的间距小 只要把弹弓拉紧一点 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把石头射过去 然后将钓鱼线穿过栏杆 将两根钓鱼线的线头打个结 连接起来 钓鱼线连接好后 把一根麻绳绑在钓线的一端 再把钓鱼线的另一端 先从外向里拉进屋内 等麻绳代替钓鱼线穿过栏杆后 用麻绳的另一个绳头 把手上的塑料袋给绑住 然后扔向受害者 就像这样 钻完后 凶手把绳子拉进屋内 将凶器拿了回来 所以警方才没有在现场找到凶器 但在回收凶器时 袋子不慎打到大村房间的窗户上 所以玻璃才会破掉 此前大村每天晚上听到的敲墙壁的声音 就是凶手在练习这一套谋杀计划 因此 有条件完成这一切的人 就是屋主 竹野 对此竹野表示 虽然推力很精彩 但不要忘了 死者之所以会到那个地方去 是因为接到了日下的电话 如果凶手是他 他又如何提前预知日下会约死者出去 很难解释到 日下根本没有打电话过来 这一切都是竹野一手安排好的 事先利用录音机把日下的声音录下 时间一到就放出来 让大家误以为是日下打来的 在日下柜子里面塞便条的人也是竹野 竹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日下设计成杀害死者的凶手 对此木木警官还有些不解 现场漆黑一片 竹野是如何准确无误的击中目标的呢 可能表示竹野就是要让人有这种错觉 所以才会把路灯事先打坏 了解受害人的都知道 他是一个老烟枪 随时随地都会抽烟 因此竹野只要瞄准黑暗之中那点香烟火光 就可以成功将其杀害 而他之所以把房间里的灯光关掉 是为了防止有人看到凶器人从什么地方丢过去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竹野脚上所穿的袜子 在这如此炎热的季节 他居然穿着一双厚厚的登山袜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双袜子就是凶器的一部分 他在袜子里面塞满了石头充当凶器 行凶之后再把小石头放进浸淤缸里面 然后把袜子翻过来穿上 证据就是金鱼缸的水草上夹了一根红色的毛线 颜色与竹野脚上的袜子颜色一样 最重要的是袜子里面还沾有死者的血迹 那竹野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 真的跟惠子遇到山淡遇难有关吗 竹野表示 在山上碰到山淡游的时候 的确必须狠心抛下同伴 他理解死者 也没有因此怨恨受害者 但是一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惠子 就觉得悲痛欲绝 于是他打算去酒吧戒酒消愁 没想到死者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见死不救 而日下这个好朋友 居然一边笑一边听死者说这件事 所以他才谋划了这起杀人栽赃案 以上就是明日坦克南夜路杀人事件的全部内容了 这又是一个高难度的作案修法 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点过关注支持一下哦 感谢观看